我Kenny 和大家討論脆味的話題 11月26日的配備調動馬 人馬大兜聯 測局 和大家討論脆味馬 講到第六場就不講了 第六場我覺得講來都很浪費 就講第七場 第七場是喜悅奔紛 喜悅奔紛上次莫雷拉騎 爭分奪秒就贏了 拖到我懶腳的飛龍區 真的很好分 四年間都中了四隻 但是自己因為開工就沒有買 因為工作的時候真的太忙 看不到那些臨場動態 拖到飛龍區Win 他又跑過Pay回來 輸了一隻爭分奪秒 沒得說 買Win就跑Pay 哭得一句句 希望仍然在未來的賽事 都可以捉到這麼懶的馬 這隻喜悅奔紛上次跑第四 爭分奪秒就贏馬 這次莫雷拉騎回喜悅奔紛 大家怎麼看呢 另外是蔡若翰 另外還有一隻手影也不容忽視 蔡若翰兵分兩路 手影用田大安 那些腦筋 究竟是主力 哪一隻 或者是一齊出擊 大家用腦筋去研究一下 另外還有一隻鐵膽王 9號的鐵膽王 鐵膽王今天升班上來 轉一轉路程 鐵膽王來地轉來沙田一千 升班而來 鐵膽王上次用王浩南 就跑第四分之四分三馬 一六零場次 王浩南就贏馬 這次換到這個 跑第三個冰糖胡佬 就是 我先看清楚 我都有點混亂 因為他太大兜亂了 王浩南 跑第三個 就是前兩次 跑鐵膽王的潘明輝 跑了第三個回來 究竟他們能否中到鐵膽王 搭這隻冰糖胡佬 大家不妨看他們的賽事片段 就是開心神區 跑第四 巴基小子 跑第五 有些馬 今天都繼續有出 好像老友記 以及我上次抓到他的心花露放 這場都可以說 是一場可以作為一場 Key Race賽事的籃本 因為明天的馬 有鐵膽王出 人者全心出 冰糖胡佬出 開心神區 百基小子 老友記 這些馬都會再出 大家看看他這場賽事 其他馬 跑得如何 可否有啟示 講到順勢寶 順勢寶出兩隻 順勢寶福愛寶 順勢寶用火車搬 10號福愛寶用梁家駿 初出梁家駿的福愛寶 和順勢寶 如何選擇呢 福愛寶沒有路程根據 順勢寶今季跑了下來 跑二班一千 擺明路程是嚴短一點 看看大家如何看賀賢這兩隻馬 這些只不過是馬房出一對 賀賢很少出一對 大家不妨留意一下 賀賢很少出一對馬 為何今次會出一對 大家浪費腦筋去研究一下 第七場的古怪吊動馬 馬房出一對 配搭大兜亂 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